二二八年假来到了最后一天 尽管四天的连续假期天气是先冷后暖 不过不少民众还是把握机会出门 尤其最后两天的假期阳光露脸 包含了花莲文化创意产区 以及历史建筑松园别馆 限定古迹结安庆修院 都信了不少返乡的民众和出游的旅客造访 28日是二二八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 受到天气影响 前两天花莲风大又冷 最后两天阳光彩终于露脸回暖 包含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历史建筑松园别馆 限定古迹结安庆修院 都吸引不少返乡民众和出游旅客造访 为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户外全年开放 廉价登场的花创剧剧系列活动 塑琴弹奏体验和说话创新旧式散策导览 以及园区内Future Vision Lab科技艺术展演计划 都吸引超过至少7000人入园 此外 年初转型搬迁第七栋室内的酿市集 一天约有20-25摊各类手作摊友齐聚 吸引超过3500人吃禁馆 趁着这波廉价 不少摊友单日营收破万 一天下来全馆营收也有破10万 而临近的第八栋乐剑里八号阅览室 也在周末座无虚席 搭配户外口径表演 让不少出游民众趁着廉价放松心情 而为在吉安乡拥有日本历史韵味的吉安庆修院 即使前两天假期天气冷 能吸引散客或团客入园 根据园方统计 一天至少约有2500-3300人入园 四天累计约万人来参观造访 地处是中心居高点的松原别馆 配合二楼展场一起放散 华联县国中小艺术才能美术班毕业连展 廉价也吸引超过2000人入园 欣赏松树之余 也一览华联市区和港区风貌 记得蒋邦彦华联市报导